受到許多老武侠遊戲迷關注的 鐵血群俠傳終於要推出囉 雖然武侠遊戲的熱度不如以往 但是還是有許多的玩家與遊戲業者 仍堅持燃燒著武侠婚 心中總還是有一股未完成的武侠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剛上市的這款鐵血群俠傳 要怎麼帶玩家們 重回那熟悉的江湖路吧 天下風雲出我輩 一入江湖歲月催 黃圖霸業談笑中 不剩人生一場醉 好詩好詩 相信喜歡玩武侠遊戲的玩家們 對這詩詞絕不陌生 已經有點資歷的老玩家 大概還記得當年武侠遊戲 在台灣的盛況吧 市面上目前充斥著 許多高畫質的手遊 但對以前就喜歡玩武侠遊戲的玩家們 總覺得好像少了一個味道 而本作鐵血群俠傳 也主打了復古懷舊的遊戲感受 將讓玩家找回過 或往玩武侠遊戲的氛圍 蓋幫 武當 額眉等十大門派 讓俠客們可以任意挑選加入 傳聞中的神兵力氣 江湖間輾轉流傳 究竟有沒有機緣能獲得 那也要問問其他武林豪事的身手囉 如果覺得一身好武藝 只用來奪取武林至寶有些可惜 也可以挑戰看看華山論劍 與各家高手切磋武藝 站上武林排行第一位 不僅如此 本作的華山論劍還可以押金賭注 看哪位高手勝出 讓玩家可以變成一夜之父的富豪 而自古以來名流青史的豪傑 都能清出預覽自立門派 鐵血群俠傳上百種心法與秘籍 讓玩家可以誤觸專屬的武林 絕學成為一代宗師 遊戲已經在手機雙平台上市 喜歡懷舊武俠的玩家們 可以一起相約在江湖路上 重新書寫你的武俠傳奇